世界各國都有比例不等的素食人口 有的是為了宗教信仰 有的為了個人健康 而在歐美 更有不少純粹素食主義團體 是以維護動物權益 保護地球環境為訴求 不過部分的純素主義團體成員 認為政府沒有認真推動禁止肉食 因此主張採取破壞肉品業者店鋪 等激進的手段 法國的屠宰業者 在日前寫公開信給政府之後 這個星期更呼籲內政部 要動用警力 保護屠宰和肉品業者的店鋪 和人生安全 這是法國各大街頭經常出現的景象 主張完全吃素的團體 有的散發傳單給路人 有的用擴音器大聲宣揚 禁止肉食的理念 而在東北部的南席 純粹素主義團體公開展示 家禽家畜和魚類 被屠宰的時候血淋淋的照片 希望藉此說服人們放棄肉食 有的團體乾脆直接到肉品賣場 門口鎮港 以行動阻止民眾購買葷食 當然這種和平的訴求方式 最多引來反對者和他們辯論 或是擦身而過當作沒看到 但是法新社的報導指出 像是L214動物道德 和269解放動物等組織 部分成員就主張採取激進的手段 例如日前就有70名純粹主義者 以謀面的方式潛入 凡爾賽地區一家屠宰工廠 企圖破壞機器 讓工廠無法運作 而之前有更多的肉品業者 包括處理工廠和商店 被主張素食的團體塗鴉 甚至打碎玻璃窗 代表法國全國一萬八千家 相關業者的法國屠宰業 總工會指出 今年以來 已經有50家肉品商店賣場和工廠 遭到純粟主義團體的破壞 業者呼籲內政部與警方 採取有效措施保護業者 但純粟主義團體認為 破壞玻璃窗或在牆上塗鴉 沒什麼大不了的 沒有人禁止人們吃食物 他們可以做什麼他們想 但請求他們可以讓肉愛人獨自 只有3%的人都會維吾 但這3%是想要 把生活的方式供給其他人的 這就是一個狀態 而他們的方式供給 更加在於對抗的原因 而他們的方式供給 由於純粟主義團體受到越來越多媒體關注 在都會地區的省市看長 肉品相關業者於是遊說行政與立法部門 在今年4月成功修改法令 禁止素食產品使用素牛排 素香腸之類的字眼 以免混淆視聽 正因為如此 部分純粟主義團體成員主張 體制內的和平訴求沒有效果 或是進度太慢 必須用強烈的手段 來翻轉人類的飲食習慣 記者綜合報導